本節目內,主持人及嘉賓的言論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以下節目含粗言諭語,只適合成年人收看。18歲以下人士,請在家長陪同下收看,敬請留意。 逢星期一至五,黃昏六點到八點,不扮高深,扮求均真,啤梨漫步,節目主持人,啤梨,林匡正。 既許三壽賊,別了四日間萬里二對,三條千八丈。 收起我时光 跑开心臭脏 任那海和山 坐我沉添 天来各处乡 创一般新世界 挺身百分逃强 要将我跟和妙 再种新土药 就算受挫折也不平常 发挥抉择力量 再弃我身满墙 似那家乡 看以前的人的样子 好像比较老 包括阿斯琪姐和王淑儀 但现在我们的印象 始终是妈妈和婆婆 但当时他们的气质 都是现在的类声不能所及的 不是他的样子 我现在打扮了 始终是老头 但都是不同的 这部电影叫《缺责》 翡翠剧场 没有记录 应该是1979年做的 《珠江担正》 《珠江》 如果你们对他认识 林康正的一辈 应该都不太认识的了 比较在记忆之中 例如在1989年的《碟血伤红》里面 他做了周润发的角色小庄的接投人 即是杀手上线 《月娱片》时代出道 在六十年代 成一块木 后来就在《书劍恩仇六》 做这个叫崩雷守文泰来 被人救了 他救了几十集丢 你看到我 很小的时候 应该觉得很乱门 最后就是《家辩》里面 我没有记错 大家可以说错了 《家辩》里面好像做乐林的儿子 即是做汪明荃的儿子 那些人就说他很有男人味 就把他当时被誉为 最有男人味的男人 即是不出声 尋识一点 成熟一点 即是始终都 于是做李尘宽 小李飞刀 难得一身好本领 小李飞刀 他做李尘宽 抉择这一套 他就叫做丹正 丹正男一 就做一个叫江亮生的角色 我没有记错 那是怎样呢 在越南走下来的 结婚了 有个小孩 其实他最开始 打算投靠美国的 故事开始的时候 就说石坚 做渔民的 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不记得 还有他的儿子 张雷 看到一条浮丝 闹着他上来 发觉原来是江亮生 原来是朱光 于是乎知道他的原位之后 那时候人们不是踢他走的 就招待他回家 在他家里有个妹妹 好像是欧阳佩珊做的 有个男人来了 冷眼堂冠 石坚觉得不太拖 故事不讲得太长 后来江亮生都发觉 不可以留在石坚家里 于是乎走出去 尝试融入社会 他本身因为在越南做银行 当然有一番奋斗 又说如何在香港 究竟是去美国的 落地生根 为什么他选择这首歌 抉择呢 当然就认识我近期 更加坚定的言论 我不会因为 别人对我的攻击 去退缩的 我现在对这个言论 是更加坚实 我是认为 现在香港人是面临 真真正正的生死关头 之前怎样说 我们不知谈过多少次 如果这样都可以 玩完的了 高田 如果这样都可以 玩完的了 香港电视 如果这样都可以 玩完的了 麦麦法 这样都可以 如果这次宣传他 玩完的了 结果香港有没有玩完呢 有些人会这样说 林郑月 是不是对香港没有信心呢 其实香港是真的玩完的 大家要想想 我们先撇开所有政治的东西 想想想我们 或者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没有全民都有保障 我们 要自己 有足够的资金 你有没有信心 在香港这一个 这麽高消费的地方 有足够的资金 去设他们的余生 嗯 OK 你有下一代的 你有没有信心 你的子女 可以 fit in 到 当时的香港社会 哎 疑孙子有 疑孙福 想不到这麽多了 你要记住 作为我们 一个家庭 是一件小的事 嗯 OK 但是作为全国 全世界 或者全香港 其实 它的变化是很难移动的 嗯 你现在 如果你不想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譬如我们所说的 共产党的烂冷冻 黑衣都跑掉下来 杀人放火 是的 有些朋友说 没有人想看到这些情况 我也不想 但是这些情况 不出现 真的没有大破呢 肯定是不会有大立的 嗯 现在得到利益的人 一定是会阻止 种种令到 他们利益受损的东西 你说不是啊 昨天你播的影片 前规划处长 他说他肯哦 第一 他现在是说 没有什么事发生 是的 第二 当他肯有多少人肯 嗯 影响了我的教席 影响了我的份工 影响了我的楼价 如果这帮人 不肯放弃他们的利益 你们这帮 还在中产 或者中产以下的人 你怎样去挣扎求全 你的子女拿到公屋吗 嗯 就算十几二十年后 填了海原来 每天都有一百五人 涉了你的位子 嗯 林郑说 他按次序牌 现实点 你儿子找份工 一万三元 他已经超过申请公屋 那个什么 嗯 嗯 好了 医疗 我们看到发生什么事 嗯 我们看到发生什么事 连一枝 你不知什么 子宫颈的那些 炒到成皮 你跟我去马拉 一千元马币 大乃把货 嗯 我都没在那里说过 你了 好了 最重要的 这些都不是那样 最重要的就是自由和发展机会 自由和发展机会 自由那方面我不想说 发展机会 你发展什么 嗯 这个如果你这样都不认为是生死存亡 抉择 我没有东西说的 抉择就是抉择你要留在那里 还是走 留在那里你要如何去应付这件事 嗯 如果我想得很清楚 如果我想得很清楚 留在那里 官乎现在所有政党组织 或者网上KOR的评论 大家都只不过在那里等 嗯 我们骂 我认为我们没错 骂泛民 泛民都骂我们 他都觉得他们没错 嗯 建制又骂我们 建制都觉得他们没错 有些 OK 其实大家都在胡同里面 是做不到什么出来的 唯一就是等他倒下 其实最简单就是等他倒下 没其他东西了 是 等他倒下之后 就看看 What Happens Next 接着会发生什么事 嗯 那时候就可能大家有些不同的言论 走出来去 说服香港人我们走哪条路 嗯 如果在这个情况下 在这个基础下 大家是同意的 那你现在移民外国 或者去外地找地方发展 和这件事情有什么冲突呢 嗯 没有冲突的 因为为什么呢 你只不过是在这里等 和你在外地等 嗯 而你在外地等 等于我昨天说 是不代表你会放弃香港 那当然 你说放弃香港 什么 也都是一个选择 没得批评人的 嗯 我们华人就是这样的了 你老母 有事就走 没有事就 survive 我要这么说 这个不是华人 是全世界人都是这样 有事走的 犹太人都是这样 那犹太人 如果不是 就不会有 二世世界大战之后 犹太人再聚回 那是另外一个故事 嗯 我不觉得 如果你们说 说到自己的中国人 这么讨厌 又或者香港人 这么讨厌 散到全世界都是 或者有一天 三百年后 五百年后 香港人的子孙就最讨厌 当然也有机会是零 在我心目中 是 所以 现在就是你为你自己 或者下一代 你要做一个抉择 这个是没有人能够 跟你做到的抉择 我在想和大家说 之前我们说的 很多人 都不会认为 譬如说我们的朋友去马拉 都很喜欢附庸 叫他们买 迟些才买 那结果 我们今天收到消息 是什么 附庸的楼 以前是没有 由多少钱开始的 现在就变成一百万 但是今天附庸登出来的消息 当然我要再确认多次 但是已经是报纸卖完了 OK 是有二百万马币器 是 外国人买 因为多人买 因为多人买 提升门欄 而且 不可以买 永久地 只能买 这个问题 不是那么大 当然我心中就没有那么舒服 你想想 一旦我一直努力 努力声势 当然 昨天也有三四个朋友 我随口说一下 就找林康正 去问 乌拉圭的东西 乌拉圭的资料 我会陆陆续续跟大家说 但是乌拉圭 其实不算是一个好住的地方 自安麻麻 他相对大陆更加落后很多 当然 那些说 我完全是很认真 很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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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陆纯属想避这个秦 南美洲也是天堂 但是南美整个南美来说 基本上 都是自安麻麻的 你预认了 乌拉圭都是枪 枪枝 周围都有的 那当然 人家的生活 那你就会适应 那怎么都好 地狱的 这个抉择 没有人能够和你们去做到 有时我可以想 究竟这个是进步 还是退步 我们的上一代 看到世息不对 都会走 为什么这一代 看到世息不对 都不会走呢 我真的很不明白 对了 又明朝清朝 我真的很不明白 民国 共产党 年代很多在那里走 在那里流浪 犹太人 而最后 而最后 我们看到 如果真是为子孙 I'm so sorry 要这样说 就是那些 譬如去英美澳柳 三两代 不是一代 是三两代之后的子孙 连中文都不会说的 那些 真是能够 fit in 了别人的社会 真是开开心心过住 那种 就是有民主 平稳 相对比较平稳 有universal value的生活 你是不是讲人权的 讲人公平的 讲sharing 讲平等的 你现在在香港 除了等运动 我真的不知道大家还可以做什么 不是我现在还在赚钱 有什么什么 OK 第一钱都赚不完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你是不是 很快 这么快 连你现在在找的东西都没有想起来 这个才是大量的 没有人希望放弃香港 但是 改变你命运 一定有些勇气 要做出一个很大的改变 真的大的 是的 譬如你想想 我已经在想 可能会在 马来西亚做 啤梨晚报 如果我在马来西亚做 啤梨晚报 的话 我是忧心一样东西 就是忧心 因为我不是住在香港 我不能够亲身感受到 香港那种气氛 OK 我就认为我 真的没有什么好说 因为你都不在香港 不和大家一起受罪 那样东西 还有什么好说 如果我要在马来西亚开咪的话 我想香港 是连网上的基础自由 都没有了 每天 这个时候 这些日子很快到的 我相信 我相信 今届 林郑都应该有 最多都会支持今届 下届 就算林郑也好 甚至乎六八九回来 他一定会立法 他一定会整顿 这个网上言论 虽然 现在我们这一刻 就见到少少处光 就是有个伟大的 Donald Trump OK 对到今时今日 有很多人 昨天美国也说 国会报告 高度自治受损 欧盟也说过 商会也说过 很多人都觉得 自己运不当作一回事 但是我们看回历史 我们很难 叫他们做节目 我们老婆 不等待 不等待 作为一个国家 不是这样的仪器 但是看回历史 每一次 在围堵 甚至乎打散 这些国家之前 都不爱是打这些牌 现在最值得关注的 就是 他现在打西藏 和新疆的人权牌 Donald Trump 从来不说 人权的作家 现在要做事的时候 就打西藏 和新疆 特别是新疆 那些人权牌 那些人权牌 那些人去了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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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终于说 之前说不说 好 老实说 Donald Trump 这个人 很多人说 包括中国 他们现在都承认误判 都是说一下 到时 甚至乎我们都觉得 是不是会有个生口 给中国 逃出来 要是大家继续生意 不要这么离谱 似乎现在不是 似乎现在是不流生口 要么你就要完全跪下 而不是说你做一点点 放在楼下 如果以前 民主公司这样做 奥巴马收货 现在不是 现在他不惜 甚至乎在较早上得罪全球的盟友 接着再在后兜 签回所有的 所谓的 继续去找水 大家一起 happy 他是一步不放 一定要你中国跪 他说你 他还没准备好谈 不想好谈 李王毅 昨天我们都说过 你还这么有型 你还这么不知道 也不要说欲描 也叫做串描 冯沛奥 你看看自己的样子 在鸡蛋和高场之间 我永远站在高场 如果美国在高场 当然现在美国很新鲜 其实今天我想说一下 但我还没掌握 那些八卦的东西 只是看苹果不够 就是沙地的王子 在土耳其中 吞吞吞吞了 沙地说没有 他已经走了 不是 那样子 被人吞吞吞 我没什么好说 反而沙地王子 真的很好看 其他外电报道 有些 什么也门 也不知道什么 有些敌对伊斯兰国家 又说是荒人无道 又说是一餐饭 吃八只猪 七只鸡 很可笑 就是说到这个人 是怪兽的 但是这个人 也似乎是怪兽的 你想想 他做父王处 他王处 就要去下跪了 就是说到他的描述 他这么厉害的外电 我真的要 研究一下 找机会说一下 也有几个人 美国佬 现在 老实说 沙地永远是他的朋友 都是个男人 但是到现在 似乎都不敢 一口都抱着他 因为如果有证据 美国佬都很聪明 怎么知道 你会被人摘牙膏 断粉症 派十多人 去到领事馆 挺想的 真是做戏 明天继续给你问报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